2013年的8月5日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但对镜头中的这些少年来说 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起点 天还没有大亮 这群少年已经在北京国际机场航站楼 等候着出发 这群少年共有17位 年龄在14至17岁之间 他们的机票目的地是英国伦敦 对这些少年来说 这趟旅程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 更是一段特别的旅程 他们的目的地是荷兰阿姆斯特潭 他们的目的地是荷兰阿姆斯特潭 这两批34名少年 是一场名为足球梦的体育选秀活动的信仰 他们分别来自上海 北京 成都 广州等地 在经历了一次次体能和技巧的专业选拔后 他们脱颖而出 有机会前往两个欧洲著名足球俱乐部 接受一段时间训练 而最后 这34个孩子将凭借自己的努力 竞争这两个欧洲俱乐部的 四个青少年训练名 我到机场了 路上的都很安静 领队会带我们 可能明天早上他不会去找我 对 对 小点 这比以往这件决定 好 好 哈喽 FETI 加油加油 比赛比赛 加油 加油啊 加油啊 好努力啊 2013年8月6日 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飞机 已经着陆 这次来到欧洲参加训练的 34位中国少年 大都是从小学就开始接触足球 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训练模式 我一开始踢球的时候 那时候是7岁 然后那年世界杯 然后中国就进入了世界杯 一边踢球一边读书吧 然后如果有好的机会 肯定想上去吧 踢走上直接的道路 我的梦想就很简单了 也比较现实 就像那些很大年人 一年赚个五六百万 然后开法拉利 他们近十年的足球生涯 正像是中国足球整体的缩影 有过激情与希望 也有过挫折和苦闷 更多的还是现实和无奈 非常希望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到欧洲来踢球 过来如果球踢得很好 我想先去国外发展 然后国外如果踢得不错 就是尽量帮国家出分力 然后回国帮国家踢球 足球给了这些少年 热血沸腾的感觉 但也给了他们压力 一个职业球员的成长道路 艰难而辛苦 尤其是要做一名 中国的职业球员 更是让人觉得压力重重 但是这群有着足球天赋的少年 都带着振兴祖国足球的一腔热血 他们在此前的海选中 拼尽了全力 靠着压榨自己最后的一分体能 突出重围 争取到了眼前的这个参训名额 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两位曾经长期在欧洲踢球的 中国球星 分别担任两支队伍的领队 这批来到荷兰的17位小球员 由谢辉带领 去往英国利物浦的17位小球员 由高雷雷带领 给他们一个open mind 就是开放的一个视角 因为我们说足球是欧洲 欧洲像这里才是足球的殿堂 可能我们在国内的教练也会教 但是他的那些细节 对他的理解 什么时候做 对运用到比赛中的一些这样的 这样的这种联系性 大局观 教练对球员的这种灌输 我觉得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活动 其实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帮助 因为以往的青少年来欧洲踢球 训练 他们都是直接拉到一个地方 去参加训练 参加比赛 结束之后 回到北京 回到国内 没有一个机会真正的去体验 一个当地的文化 所以我们 中国球员很难融入到欧洲的足球大环境里 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这17位中国足球少年 前往的正是赫赫有名的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 作为欧洲著名的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之一 阿贾克斯俱乐部的训练模式 以科技含量高 寓教娱乐组成 这里走出过克鲁伊夫 范巴斯腾 范德萨等世界级球星 今天呢 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你们即将会住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我们接下来大家用餐都会在这个区域 第一次来到这样风景优美的训练营地 少年们除了好奇和期待 也有一些忐忑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可以适应这里的训练模式 第一天到达虽然周车劳顿 但小球员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训练营的与众不同 他们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训练能马上开始 到达阿贾克斯的第二天 小球员们仍然没有接触到关于足球的课程 他们对于这里的训练模式一头不水 这天他们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其实就隐藏着阿贾克斯俱乐部 关于足球训练的最大秘密 眼前这个巨大的帐篷就是阿贾克斯著名的 ME COACH测试中心 这里隐藏着阿贾克斯轻训营之所以能够称雄世界的奥迷 这也是这些小球员正式训练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 测试的第一项是速度 和以往的赛跑不同 这里的跑道沿途架设着许多小型摄像机 摄像机捕捉的画面直观地记录下了球员在跑动中每一步的身体变化 这些数据可以由计算机加以分析 在国内的时候 在自己球队的时候 从来没有测出过这种测跑 球队里边测你100米50米这样 组中测吧 中国小球员在这项测试中 普遍显示出了速度和耐力上的弱效 在中国你有很多 比如说一项测试 就是你测过了 因为这次状态好 你这次跑得非常好 但是里面其实你 实际上你的耐力和速度不是很好 在国外用高科技去测试 就算你状态再好 但是它会把你实质上的东西给测试出来 这样有更准确的数据 对自己能更了解 之后这些小球员又进行了射门能力 平衡感数据测试 跑杆灵活度测试等等 随着测试的进行 小球员们最开始的兴奋情绪 却逐渐被不安待 在这么先进的高科技仪器面前 自己的弱点肯定无所遁形 以前有过射门 但是没这么职业过 因为在中国都没这么高科技 记得当时都是测的跟跑步有关 然后我觉得当时肯定完蛋 全瘦的肉像 这怎么办 在国内体校的训练中 这些小球员都是同学中的教教者 很少有机会面对自己的体能弱像 而在这里了解自己的弱像是很重要的一刻 在荷兰阿加克斯的训练课程才刚刚开始 小球员们却忐忑不安 他们的训练能否顺利进行下去 去往英国的小伙伴 在到达后的第一课也充满了震撼 球门后面他那里有块 就是可以摆放一些别人 对这个球场来说比较重要的人 一些骨灰什么的 在训练过程中 两个阵营的小球员 竟然同时惹怒了领队和教练 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这场异国训练中还有多少故事 请继续收看 纪录片编辑室 我们的足球梦 这次的足球梦活动 另一组十七名足球小将 也在2013年8月6日 抵达了英国六五 在球星高雷雷的带领下 十七名少年来到这个 久闻齐名的运动之都 这组十七名小球员 前往的是英超艾弗顿俱乐部 效力于曼联的球星鲁尼 就是在这个俱乐部里 完成了从青色少年 到大排球星的蜕变 不过来到英国艾弗顿俱乐部的 足球小将们 并没有紧锣密鼓地开始训练 他们第一天的课程 是参观这家俱乐部 明洋世界的球场 古迪逊公园球场 这里就是建于1892年的 古迪逊公园球场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球场之一 长阳在球场精致的草坪上 小球员们一路休闲地参观 但是走到这所公园的一角 有一片安静的草坪 他父母的遗愿就是 去世以后可以埋葬在公园球场 所以当他父母的遗愿 在这里小球员们突然都安静了下来 这些草坪下竟然洒满了 埃福顿去世球迷的骨灰 让我感觉就是单纯的热爱足球 就是生命结束了以后 喜欢带在足球场上的感觉 一踏进这个球场 就让人非常的热血澎湃 到达英国埃福顿的第一课 就让这些小球员们感到震撼 这里的人们对足球充满了敬畏 但由于年龄普遍偏小的缘故 小球员眼中似乎更多的是 似懂非懂的神情 埃福顿俱乐部的训练 在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 相较阿甲克斯 这个俱乐部更注重实打实的操练 简单的热身之后 重头戏开场 今天的主要训练项目是传球 令小球员们诧异的是 这里的传球训练 跟他们在少体校接受的训练 完全不同 原来 这就是埃福顿的高难版传球练习 传球队员要将皮球准确地传到 站在椅子上的队友 所能接到的范围之内 这对球速和脚法控制 都有很高的要求 传球力道太大或传得太偏 椅子上的队友没准就要掉下来 这样的训练是小球员们 在国内所未曾经历过的 我来之前想象过这里的训练 挺有趣的吧 外教对待我们的训练很认真 每个细节都说得很明白 另外叫欣喜的是 中国小球员很快就适应了 椅子传球的训练 于是外教们对他们的训练难度 再度升级 训练难度提升后 要求小球员们让球在越过人墙之后 急速下坠 并落到需要的位置 这种传球在球场上是很常见的 许多中前场的组织者 都善于传球这样的球 但中国小球员们 似乎并没有理解外教的意图 认为这个训练只是在考验运气 他们把训练当成了游戏 等我回去以后 我会和大伙一起 所以说在训练前 做准备活动的时候 一起来做这个游戏 这组17名小球员 有着很强的运动接受能力 却难以理解教练的用户 在之后的训练中 如果他们一直都以游戏的心态进行 情况可能会变得糟糕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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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